持續受到康瑞颱風的影響 那可以看到 既經這邊當地的風勢 是有逐漸增長的趨勢 因此這邊的攤上業者呢 也是把握時機 要來做一個收拾 因為剛剛這邊傳出 有這個遮雨棚 是直接被長風吹到硬生倒塌 那業者剛剛也是 緊急的進行修復了之後呢 就是擔心未來這個風勢跟雨勢 再度的增長會影響到生意 那其實這邊大街上的 這個購買採買的人潮 也是有越來越少了 因此業者現在 通常都是已經在進行收拾準備 就是待會要來暫停營業 因為擔心說 未來這個風勢跟雨勢 再下下來會非常的這個危險 而且剛剛這個業者也說 其實平常這個時間的時候 這邊的蛤蟆 其實就已經會賣完 但是到了現在 這個蛤蟆都還沒有賣完 因此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的這個人潮 是有比以往少了許多 那我們再來往後面看這邊呢 其實這邊的賣魚的攤商 也已經在進行收拾了 因為今天的這個生意真的是 沒有到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說 攤商這一次都做了哪些防台的準備 姐姐可以幫我們問一下說 這一次 欸 不好意思 這次有做什麼防台的措施 其實就是像上次一樣 就是把那個 籃子都是先綁好 因為上次就是 連這個台子全部都飛走 對啊 所以這次我就是 把它全部都固定住 對 用什麼固定啊 就用繩子啊 我就是用那個麻繩 繩子啊 就你出了繩子來吧 對 上次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上次是怎樣 從因為我沒有在現場 說不知道 對啊 只知道來的時候是 大家全部這裡 連那個鐵圖 全部全部都是都空了 對啊 所以所有東西都有海邊裡面也有 對啊 那這一次沒有用那個遮雨棚是擔心說會倒塌嗎 沒有沒有 你說遮雨棚沒有我沒有用遮雨棚我是用雨傘 好 我因為怕風太大雨傘會壞掉 對 原則上因為我們坐外面都知道說你風太大雨傘都不能撐 對 一定會斷掉 斷掉就是要修理 對 所以損失會更多 所以我們就是把損失降到最小 就這些東西 因為早上的時候我們出門的時候 才有一點點風而已 也沒有雨所以 所以現在越來越強 對是越來越強 對喔 好可以聽到業者 攤上業者表示說因為當地的風氣越來越強 因此他們都是進行準備 尤其是上次颱風其實可以說是重創期經這邊 這邊的業者也是非常的擔心 因此趁著現在這個颱風還沒有完整的登陸進來 是趕緊的進行收拾 那也提醒民眾今天 好好的待在家做好防台 以免發生危險